古仓武皇的心中充满了好奇 到了现在 他可以肯定 秦臣没有服用激发潜力的担忧 而是用了另外一种办法 实现了战力的飞跃 这让他怦然心动 生起了强烈的记忆 他一定要得到这样的秘法 必可让自己的实力翻上数倍 届时 镇压后期巅峰武皇都不在话下 成为轩辕帝国此行中的最强者 古仓武皇冷亨 发现自己迟迟拿不下秦臣 顿时动了震怒 弄得一致 他头顶有莫名的虚影浮现 仿佛一道流光 又宛若是一片虚无 这是什么血流 秦臣惊讶 和古仓武皇疯狂的交手 令他酣肠淋漓 也瞬间明白了自己的死 也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实力所在 可是 此刻的古仓武皇释放出来的血脉 却令他内心一震 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给笼罩出了一半 出来了 是古仓武皇的血脉 传说的古咒血脉 据说能够冻结时空 这可是大陆最顶级的血脉了 今日中的一件 人群传来操洒的声音 纷纷激动万分的凝身看去 一道无形的流光 从古仓武皇的头顶出现 散发出迷蒙的光域 秦臣惊讶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凝固 半点的动腾不动 古咒血脉 能够冻结时空吗 他震惊 这世上竟然有这种血脉 时空之力 乃是天舞大陆最为顶级的规则之力 时空时空代表的就是时间和空间 但是空间之力 武皇强者都能进行感悟 掌握 可时间之力呢 哪怕是九天五地的强者都无法触摸 这是一个禁忌领域 可此刻 古仓武皇的血脉之力 竟然有冻结时空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啊 可是 秦臣却是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好像凝固 天地万物 宛若在这一刻产生了静止 不对 身体虽然无法动弹 但是秦臣却能看 下方的吕元昊等人 却是还能动弹 受到了影响 仅他一人而言 难道被禁锢时空的只有他自己吗 可是 时空被禁锢 为何他的思维还能运转 秦臣将灵魂之力失散而出 立即发现 虚空之中萦绕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是这股神秘力量 改变了自己的真元运转 凝固住了这一片空间之力 他心中有所明目 应该是这股力量让他无法动弹 这并不是什么时空之力 而是某种凝固之力 犹如空间之力一般 秦臣松了一口气 其实对于一名七截武王而言 一名八截武皇 完全是可以利用空间结界 将对方给禁锢在空间中 难道这也算是时空的力量 可笑啊 但是不得不承认 古仓武皇的血脉之力很强 连秦臣一时也着了道理 身体被禁锢十分的厉害 古仓武皇自然不会白白浪费 这样的机会 他扑身而至 一直点出 一道金光射出 化成了利剑一般 向着秦臣的眉心刺去 要将他的头颅生生的盯穿 突然 一道利鹤响起 是幽千雪出手了 他时刻关注着局势 身上无穷的剑气爆发 漫天兵剑 席卷而来 铺天盖地 滚一边去 就算你是执法殿的人 也无权插手 古仓武皇冷鹤 反手一掌 轰的一下 掌印与漫天剑气碰撞 双双蜜蜜 幽千雪身形一晃 再度杀来 古仓武皇一惊 本以为这一场能将幽千雪逼退的 谁曾想竟然未曾奏向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竟遇上这等妖孽了 如果对手是他轩辕帝国的风雷弟子 古仓武皇或许还不会如何震惊 可是幽千雪他仅仅是一个执法殿的 不堪出名的弟子 怎么会有如此之强呢 他恼怒 再度出手 轰的一声 漫天剑气粉碎 幽千雪倒飞出数十米 不得不说 古仓武皇不愧是 轩辕帝国的顶级武皇 实力之强令人折舍 幽千雪全力之下 只是能勉强抵挡 无法给他带来太多的阻碍 但是因为幽千雪的出手 秦晨却似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他身上出现了道道璀璨光子 身体犹如碧玉一般 散发出了超越凡尘无上气息 金光化成了利剑 站在了秦晨的身上 迸射出了无尽的光芒 抵得秦晨不断地后退 一口鲜血喷出 秦晨倒飞出去 似乎受了重伤 秦晨 幽千雪大净 神色惊怒 再度杀了 别以为你是执法殿的人 本皇就不敢动你 再胡搅蛮臣 本皇连你一块杀 古仓武皇恼怒于幽千雪的放肆 将幽千雪再度震飞出去 不过 幽千雪毕竟是执法殿的 哪怕古仓武皇再高啊 背后的轩辕帝国再强 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一名执法殿的人员给斩杀了 秦雪 别紧张 我没事 这里人太多了 回头我再联络你 就在幽千雪心中焦急之时 耳畔传来了秦晨的传音 幽千雪一愣 而后 他就看到了秦晨忽然身形一转 化作了流光 略向了山林深处 他仿佛施展了某种秘书 身形提升到了脊椎 刷底下 便消失在了山林中 哪里走 古仓武皇冷后 脊椎而去 眨眼之间 也消失在了山林之中 原本响彻的剧烈轰鸣 在山谷中 立即恢复了瓶颈 只剩下了面面相续的一行人 诸位 我先告辞了 我等告辞 不少人 见古仓武皇离开 想都没想 直接就离开了山谷 这么好的机会 不赶紧离开 若是等古仓武皇回来 那岂不是依旧要乖乖交出七彩领馆啊 哎 吕元昊与宁泽涛等人 看了一眼幽千雪 而后对着幽千雪拱手 姑娘 你还是赶紧通知丹阁的高手 或者你执法殿的高手吧 否则秦少侠他 哎 说到这 两个人齐齐叹了口气 虽然先前秦晨和古仓武皇 占了个难解难分 可是先前的交手 却是清楚地告诉了众人 秦晨虽强 但是 却依旧不是古仓武皇的对手 一旦古仓武皇追上秦晨 那么秦晨必然是凶多吉少 但是 以古仓武皇的实力 会追逐不上一个初期巅峰的武皇吗 想想也不可能 所以 他们两个人 只能给幽千雪出这样的主意了 游些两位 幽千雪点了点头 急忙朝着秦晨离开的所在 急速地追了过去 唉 齐少侠如此天资 若是陨落在此 实在是有些可惜啊 吕元昊和宁泽涛纷纷摇头 他们两个对秦晨还是万分敬佩的 若不是秦晨及时地将山谷打开 等古仓武皇以来 以古仓武皇的德行 他们能不能分配这七彩灵果还两说呢 哼 有什么可惜的 那个秦晨也不是啥好东西 一个小小的吓死于武者而已 就算有些能耐 却一下子要走了四场 现在报应来了吧 嘿嘿 先前那秦晨杀龙家武者的时候 不也很畅快吗 弱肉强食 也算他最有赢得 但是也有人冷笑 很是不信 甚至目光中有着一丝幸灾乐祸 秦晨一个下四欲的弟子 直接要走四成的七彩灵果 足足八十个 谁不嫉妒 谁不炎热啊 现在看着秦晨倒霉 内心顿时有着安心 周芷威听到这些人的交流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厌恶之词 这就是所谓的武裕强者吗 和下四欲的那些人相比 要高大到哪儿了 他懒得和这些人继续待在一起 目光闪闪 当即沿着幽谦雪离去的方向 悄然地飞掠过去了 他心中隐隐地有一丝疑惑 先前秦晨狼狈逃走的时候 幽谦雪的眼神一直还有些紧张 但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完全不像是在担心秦晨的样子 这里面必然有什么古怪 此时山林深处 秦晨正在高速地飞掠 同时不停地注意着四周 半炷香之后 秦晨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那片山谷 感受到四周 确实没有一个人跟上来之后 才瞬间停了下来 并且迅速地往山林四周 扔出了一面面的阵旗 这些阵旗一被抛开 就悄然地隐匿在了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了 秦晨刚刚做完这一切 嗖的一下 破空声响起 一道流光便暴掠而来 正是一路追踪而来的古仓武皇 小子 你怎么不逃了 古仓武皇看着下方的秦晨 疑惑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逃 秦晨的脸上的惊慌 已经彻底消失 嘴角勾勒着一丝淡淡的冷笑 古仓武皇眉头微微皱起 感觉到了一丝不对角 难道对方在这里埋伏了高手吗 他感知弥漫过去 却是根本不曾感知到 其他人的气息 方圆百里之内 仅有他们两人而已 哼 装神弄鬼 古仓武皇冷喝 懒得和秦晨废话 直接催动血脉之力 一掌派了鼓 恐怖的血脉之力萦绕而来 将秦晨周身的空间再度冻结 可是秦晨无拘 嘴角反而露出了一抹笑容 雷霆血脉同样释放而出 一道惊人的雷霆之力 从秦晨身上暴涨而出 将他一瞬间衬托成了一个雷霆战神 他的身上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雷霆符号 散发出惊人的血脉气息 雷霆血脉气息和那古咒血脉之力碰撞在一起 发出了刺耳的轰鸣声 古仓武皇最骄傲的古咒血脉 瞬间失去了作用 什么 古仓武皇大惊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够抵挡住自己的血脉之力 简直见鬼了呀 而且这股雷霆之力怎么会这么强 并且带着有思思毁灭之力 难道对方也和风雷弟子一样拥有天生雷体吗 他在震惊 秦晨却抓住这个机会 直接催动了翻天印砸了上去 黑的大印迎风而涨 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 带着镇压一切的气息 砸向了古仓武皇的头顶 古仓武皇的面前立刻截出了一面金色的盾牌 挡下了秦晨的这一击当的一声 盾牌狂乘 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熬夜 古仓武皇大赶肉的 这可是他极其珍爱的一件宝物 谁知道在这里却遭了殃 可更令他震惊的是秦晨的实力 你先前保留了实力 他难以置信地惊合道 在他这个八截后期的武皇面前 秦晨惊人 竟然还留了余力 秦晨懒得废话 再度催动翻天印砸了 此卧到底是什么阵宝 古仓武皇谋光惊怒 眼神慎重 但是同样也有喜色 嫉妒之色 秦晨身上的宝物太多了 此大印绝对又是一件宝物 而且起码是一件 皇级顶阶的真宝 不然不可能令他的 更金论都受创了 连他都没有的宝物 一个小小的初期武皇 而且是来自下思域的 武皇却拥有 这让他这个薛元帝国的强者 心里还是难以平衡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将秦晨拿下 自然就能够得到他所要的秘密 而宝兵和珍宝 那自然更是随手可的 你故意引本皇来此 恐怕是觉得上有底牌 能将本皇斩杀在此吧 可笑啊 本皇纵横武裕这么多年 岂是你一个小小贱民 能对付的 古仓武皇出手 金色的手掌如同大山 秦晨不打 一剑斩出 剑气灵霄 当的一声 金色盾牌拦在前方 只不过这一次 上面又多了一道剑痕 秦晨不以为意 继续出手 这一次 他施展出极道杀剑 恐怖的剑气纵横天地 宛若是末日来的 无数的剑气 犹如暴风骤雨一般 将古仓武皇彻底包裹了 雕虫小技 古仓武皇怒吼的一声 他身上的真元在燃烧 金色的气息大声 将秦晨的剑气 进阶泯灭开来 突然 他身上抱起了 数道的血管 有剑光在他的身上 留下了伤痕 差一点将他的身体 斩断了 什么 他大惊 五道剑光在他的身上 一闪而过 这竟然不是剑气 而是实体 我会有剑气 我会有剑气 我会有剑气